披荆斩棘的哥哥三季最尬名场面来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披荆斩棘的哥哥三四宫组队时 居然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场面 估计第三季是节目组最头痛的一季了吧 本来观众就一致认为这几嘉宾咔为明显不及前两季 偏偏里面还有几位性格上颇有争议的艺人 这部名场面来得猝不及防 最新的这季节目中 四宫前主持人刚刚宣布组队规则 摄像机扫到在座哥哥们时 镜头语言便颇为微妙 尤其是王耀庆 陈畜生 王立新等几位哥哥的表情惊人一致 且让人匪夷所思 故作的漫步惊心中各怀心思 自我感觉良好中透露着王之蔑视 做视频不容易 闲散后看 人生灿烂 于是接下来的选人环节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王耀庆虽然人做到了陈畜生那组 但心却没有同步跟随 两位组长都不主动沟通示好 就像谈恋爱一样极限拉扯 似乎谁主动谁就输了 为了打破僵局 虽然已经淘汰的只余三人 但队内全员人气靠前的陈畜生不甘示弱 主动出击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迅速与罗杰福祖敲锣达成了组队协议 但由于陈畜生的队员之一 王立新之前早已对张元所在的王耀庆队心有所属 可是等他上完一趟厕所回来 一切已成定局 于是好戏登场了 具体细节建议观众们还是去看节目吧 总之就是弹幕一整个尴尬满天飞 接下来毫无意外便是节目组出于维护 大家体面各种事后晚尊 从弹幕可以看出三方粉丝割职一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 但有一点值得警惕 任何时候任何明星都要时刻保持 作为公众人物的足够的敬畏之心 三四而后说三四而后行 否则很容易一招不慎满盘结书 荣誉和人气来得容易去得更容易 还是那句话且行且珍惜 我觉得张元不是故意要拱火 他内心是想要陈楚生同他们组队的 一是因为兄弟情 二是他三公胜了 感觉能收编大哥内心很爽 他一个沉浸在自己情绪中的人 是没有精力对外界保持观察的 所以他会看不清舅舅在拿捏陈楚生的形式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组队 所以在王立新出来后 委委屈屈说你不在的时候 他们决定了 他在委屈自己不能跟立新组队 但他一定不是出于恶意的 他就是情商不太够 性格又纠结 所以表现奇奇怪怪有些割裂 后来九局的时候 陈楚生王耀庆新一轮较量 声歌坦坦荡荡 舅舅还在场面化 他也是看不清形势 还在拿冠军梗开玩笑 说白了他和王虎虎就是两小孩性子 但是他有不同的是 他是个野心很重的小孩 果然老年男性之间的竞争心理 真的是很强烈 姐姐们之间的争执虽然激烈 但只是表面上的争吵 真正厉害的人根本不需要言语 他们坐在那里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新一期的表现最强眼的几位哥哥 东宝时李久泽的眼泪像是一道开尾小菜 令人心头痛苦不已 而王耀庆 骑在和展成的脖子上挂着灯梦 只是给人带来了短暂的震惊 最引人注目的是 陈楚生和王立新之间的激烈对决 我们之前已经谈论过 陈楚生和王立新的怒对事件 实际上 这并不会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造成太大损害 相反 张远的拱火行为 却成为观众们批评的焦点 这一次我们将仔细探讨 为何陈楚生在没有说话的情况下 愤然离心选择了罗杰夫 以及张远是如何逐步改变观众对他的看法的 陈楚生一直都没能引起我的兴趣 尽管他的实力却是不可否认 但他似乎在曲风上缺乏多样性和突破 他的态度一直让我感到钦佩 直到这一期更是彻底让我折服了 强者通常喜欢遵循的规则是两两结盟 队长们行照不宣的对视者 沉默的桌上谈判开始了 陈楚生和王耀庆 这两位备受喜爱的队长 自然成为了首要交流对象 他们彼此对视者 表情间传递出了无声的信息 整个场面只有一个词能够形容静默 请稍等 陈楚生并非不能率先开口 他通常都是通过王立新来选择人才和结盟 然而王耀庆的态度却非常明显 他装作没看见甚至不愿意打个招呼 悠闲地翘起二郎腿 明显是在等待别人主动找他 他希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不须坠言 之前的观众应该已经了然于心 王耀庆的团队总是充满了职业潜规则的氛围 无论神在何处 脸色渐渐变得不悦的陈楚生 迅速站起身来 静止走向了罗杰夫 王耀庆主张平起平坐 而罗杰夫则认为没有人比谁差 尽管品贯已经离开 但我的人气票却是最高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低头 毕竟我们都是来参加综艺节目的 谁能算得上更高贵呢 珍楚生当时确实因为不想选择 又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感到烦恼 他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大哥的角色 此刻却不得不憋着口气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 王耀庆率先发言 表达了他希望突破的愿望 并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失去一些有实力的伙伴 瞧 对方巧妙地避免直接说明 并进行了一番自述 使得每个人都能明白发生了什么 然而 陈楚生毫不犹豫地打破了这层窗户纸 作为队长 我绝对不会让队友觉得我们处于劣势 因此并不讨厌你们 陈楚生毫无悬念地赢得了这一局 他表现得十分坦然自若 展现出强大实力 毫不拖延地解决问题 并且不能有任何模棱两可 必须明确清晰地表达 罗杰夫等人在王立新闹事时的尴尬是不言而喻的 就连蛋壳在单菜时都表示 陈楚生展现了真正的雄长风范 维护了他们不落的声誉 只有进行对比才会造成伤害 一些人在背后推卸责任的同时 还嘲笑别人是老人家 只要具备教养和高情伤的人 立刻就能看出谁是真正懂得待人接物的 张远的气氛与其他人不一样 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 他已经成为观众眼中的焦点 这是因为他两次被拒绝 在王耀卿的暗示下 蔡国庆意外地打破了0713组队的义工 而当时张远的表情可谓是惊恐至极 他面临选人的难题 陷入了困顿之中 无法摆脱地爬在地上 他其实已经不太愿意继续与陈楚生一队了 我认为他想尝试一些新的突破 由于陈楚生在前期风格没有改变 而张远的实力无法超过他 因此无法成为C位 可以理解他跳出了这个圈子 一到三宫战队 情况就变得异常糟糕 纠结着张远并没有主动或拒绝 王立新毫不犹豫地将大哥的徽章佩戴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咱们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 于浩鸣毫不犹豫地表示 由于兄弟情义 他并不打算参与组队 然而张远却一言不发 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情愿表情 却被人硬生生地拉进了房间 他愿以为即使不情愿 大家也能相互理解 并且组队进行下去 然而他坚持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了陈楚生 并随后归还了徽章给他 虽然张远对陈楚生的决定表示不赞同 因此当王立新走出来时 他的表情已经清楚地传达了问题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 张远特意说了一句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 约浩鸣略显迟疑 然而在行动上推开了陈楚生 蔡国庆走进前来 心怀良好之意 毕竟他们已经结成盟友 还是私下里交流更为妥当 然而张远坚持直言不讳地说 每当他觉得这件事情要结束时 他就会说一句引爆火妖的话 罗杰夫等人被王立新发完提气后 他站起身来向他们拥抱 作为好兄弟 张远没有出声支持 我们作为普通人 当我们看到好朋友 或者只是一般朋友发提气时 如果这会波及到无辜的人 或者让其他人难堪 我们会帮忙调解 说一些积极的话吗 张远就立在那里注视着 第四日夜晚 众人夜间交谈时 称楚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在我看来 他似乎刻意让王耀庆明白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和队友受到轻视 张远在一旁说了两次 也许我们是冠军呢 说完他还伸出舌头吐了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个玩笑 好笑吗 我得诚实地说 当我看到这个情况时 甚至觉得张远对陈楚生 一直怀有一种隐秘的敌意 虽然不敢明说 但总是行存不满 他和王立新的关系非常亲密 然而王立新对陈楚生十分崇拜 每次一提起他 都能看到眼睛里闪烁的光芒 陈楚生一直都对此了然于心 完全明白 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当然对于别人的事情 我们不宜多言 总而言之 以上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建议 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从之前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 张远的口碑迅速下滑 事实上 他之所以能够真正取得成功 主要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713的红利 如果你想在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 这是可行的 观众希望看到你有竞争心态 渴望取得第一名 然而 如果你只关注小事 并且努力方向错误 那么就会让人们觉得好像 对于陈楚生的崇敬 欲对张远的反感成正比 虽然自身实力不及他人 但却常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演示 并散发出一股嘲讽的气息 陈楚生和罗杰夫部落已经结尾联盟 上次品贯离开时情况很糟 现在我们期待他能逆风而行 实现爽文梦想的突破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披荆斩棘三四公组队看点多 哥哥们小心思胡志欲出 王耀庆够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最新一期的 披荆斩棘的哥哥三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大家看到了哥哥们的组队 很多网友都看到了王立新和陈楚生之间 发生的争吵 但实际上 这个分组 每一位队长心里都有自己的心思 首先说林志颖和胡彦斌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触即合 实际上也是两位智者心里非常清楚 他们两个人是互补的类型 是不会争抢队伍内的领导权的 你看看胡彦斌 他是在音乐方面非常有才华 可以给舞台贡献很多的灵感 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 他也是真的挺会给大家定目标的 互补 在这个方面 林志颖这个原本的队长 肯定也不会和胡彦斌发生冲突 而在生活方面 大家其实就能看到林志颖的身影了 他不仅会经常给大家送温暖 比如说送吃的喝的 而且也会关注大家的情绪 所以说他和胡彦斌真的是非常好的组合 然后就是比较有争议的王耀庆和陈楚生这边了 即使王耀庆面临的选择很清楚 他无非适合陈楚生 暴施 老旧 还有罗杰夫三个人组队 而陈楚生这边也同样是这几个选择 但是王耀庆其实看上去很随和 可是大家都能感觉到 王耀庆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他是一个性格上很强势的 能维持现在的局面 即使还是因为他在队伍内部的排名够高 如果有了排名比他更靠前 而且更有才华的人 他的话语权或许会遇到挑战 王耀庆部落 对于陈楚生来说也是一样的 他们0713确实关系很好 但是和王耀庆确实没有到那种掏心掏肺的程度 两个很强势的人在一起肯定也是需要磨合的 如果陈楚生和王耀庆组队 陈楚生很有可能在队伍里面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 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 听见了王立新的话之后 陈楚生其实也考虑了要不要和王耀庆组队 可是王耀庆其实一直没有直接的表示 林志颖部落 我们当然不知道王耀庆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按照他以往的动作 如果他下定了决心 他其实是不会这样的 他表现出这样的姿态 其实还是因为本身并不是很想和陈楚生组队 陈楚生部落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楚生选择罗杰夫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 而且和罗杰夫一起组队 也确实会比和王耀庆组队要好一点 至少他的话语权是能保证的 而对于王耀庆来说 他其实也没这么和罗杰夫接触 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们当然也不清楚 不过王耀庆其实想的还是很明白的 这样一来 结果其实很好 三个队伍基本上势力是均衡的 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场景 这样也更加有看点 也为下一期的节目增加了悬念 而且实际上 在所有的队长中 宝石老舅和罗杰夫 应该才是真的没有过多考虑到两个人 他们其实也不怎么在意 在队伍中的话语权 一个在乎兄弟一起 一个希望创造更好的舞台 他们两个和两个比较强势的队长 组队也很好 忽艳兵部落 所以说这次分组看似简单迅速 但其实里面的说到可不少